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解读《剑桥中国史》系列 这是一部由外国人研究中国历史的经典传世之作 汇聚了世界范围内历史大家毕生的研究成果 我们汇分为八期为大家解读 这期是第二期 我们一起来看看 魏晋南北朝的混乱局面是如何产生的 隋唐时期的统治手段有哪些 上一期讲到中国的历史 从西周到秦汉 有两条主线 一是秦朝大一统终结了中国的封建体制 开启了一个新的中央集权时代 早在秦之前 周朝就实行分封治 造成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分治格局 秦朝一统之后 大权层层上移 郡县制度的设立 实现了中央集权化 塑造了中国统一的国家认同 汉朝建立后 虽沿用了秦朝的体制 但也进行了思想上的改革 刘邦以白马之盟为刘姓宗亲奠定了其正统的基础 汉武帝以罢处百家独尊儒术 巩固了皇权神兽的最后统治 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接着上一期 这期我们讲一讲 为进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 促进新汉族的形成过程 汉朝之后 四百多年来 北方一直是游牧民族的天下 中原的传统文化开始向南方迁移 形成了一种文化的融合 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认同 在这一进程中 由于汉化派与保守派的冲突 北方游牧民中 出现了一个被称为官隆的军事贵族团体 他最终支持隋唐统一了中国 同时 随着汉武帝霸出百家独尊儒术之后 当地的士族开始出现 出现了几个世家的分裂 隋唐就是在这个历史的教训下 废止了查举制 实行科举制度 将地方政权上移 加强了中央集权 使唐朝得以繁荣 这一期的视频 我们就从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 隋唐的统一和之后 采取的国策三个方面来给你讲一讲 汉朝灭亡以后 中国从分裂到融合 最终走向强盛的内在原因 首先 为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 推动了新汉族的产生 现在 当我们谈到华夏的文化时 往往会将汉朝和唐朝并列 称为汉唐时代 在大多数人的记忆中 汉唐时代是汉文化最鼎盛的时期 但是在汉唐之间 却有一个转折点 那是一段漫长的历史 汉朝于公元220年覆灭 而唐朝则于公元618年成立 这期间有近400年的时间 400年是怎么的概念 在你的记忆中 唐朝是不是很强大 但它的统治时间只有200多年 而未进南北朝的历史比唐朝还长 那么在这将近400年的时间里 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要弄清楚这一问题 就得先弄清楚 魏晋南北朝是什么 它是在汉王朝覆灭之后 先后建立的一系列政权 这些政权大部分都是短暂的 而且具有强烈的本土色彩 魏晋时期的魏 就是人们常说三国里魏属无的魏 因为魏国是曹氏家族建立的 故而得名曹魏 至于近 就是山西省的简称 也可以说是曹魏的内部变革 曹氏家族统治40多年后 为曹氏家族立下汉马功劳的司马氏 建立了新的政权 后来改的国号 因为司马家族 曾经被封为进攻这个爵位 所以国号也被称作近 在魏晋前期 政治局势相对平稳 但很快就出现了动乱 司马氏的统治阶层为了争权夺利 已经内讧了十多年 在此期间 北边的游牧民族 开始大规模的侵略 最后在内外夹击之下 晋政权岌岌可危 司马氏的另外一脉 被迫在南京重新另起炉灶 成立了所谓的东晋 而之前一直在传统首都洛阳 那个就被称作西晋 曾经在汉朝的统治下 游牧民族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匈奴于漠北犯我强悍者 虽远必诛 这些振奋人心的口号 都是汉代遗留下来的 但是由于新建立的魏晋 都无力掌控全局 所以在东晋覆灭之后 中国就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 南北朝指的不是两个王朝 而是指一种病例的政治局面 由于当时政权分散 很难用一句话概括 所以就统一用南北方来代指当时病例的 不同地方的政权 叫做南北朝 大概是从公元420年到589年这段时间 那个时候 汉朝的覆灭已经是200年前的事情了 再加上大唐还没有建国 就造就了这样一个乱世 如果把它和西方的历史联系在一起 那就是西罗马帝国覆灭 拜占庭帝国建立的时候 总体来说 北朝大部分都是游牧民族 比如那句耳熟能详的 天苍苍野茫茫 风吹草地 献牛羊 就是北朝民歌 他最初使用的是鲜卑与血的 而鲜卑人正是北方游牧民族 而南朝大部分都是在魏晋时 逃往南方的汉人所建立的 在历史上有一种说法 叫做衣冠难度 所谓衣冠 指的是汉族贵族 他们穿着宽大的长衫 头上带着一顶箱着美誉的礼帽 所以 衣冠这个词 就是汉朝的传统文化 难度就是往南迁移 这一次的迁移意义非凡 也就意味着 中原的文化已经从黄河开始 迁移到了长江 长江以南的大片区域 在秦汉时期被视为文明 文明未开化的地方 但后来 北方的领土被攻破 中原人不得不向南迁徙 不得不和以前看不起的南方人 生活在一起 这就等于间接地增加了汉文化的影响力 一开始 这种矛盾非常激烈 例如 北方人认为南方人是土著 而南方人却对他们的粗鲁的文学态度 嗤之以鼻 他们说 北方人的诗简直就像是驴教 但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一代代的传承 这种隔阂就会逐渐消散 文化也会逐渐融合 而此时 北方的游牧民族 虽然占据了中原的大部分土地 但是他们的文化 已经被汉人的文化给同化了 其中最有名的 当属北魏的孝文帝推行的汉化改革 北魏原为鲜卑人所创的游牧国家 却对汉族先民所留下的文化深表钦佩 因此 在孝文帝时期 他大力提倡讲汉语 穿汉服 改姓氏 比如他们的皇室 原本是姓拓跋的 但是孝文帝提出了 将他们的姓氏改为原 代表最初最大的意思 他甚至在自己的国都里 建了一座类似于汉朝的祠堂 将儒学视为自己的国教 并且积极地融入到了汉文化之中 就这样呢 虽然南北朝是在两条平行轨道上发展 并且整个魏晋南北朝期间 战争无处不在 但是 由于民族与地区的大迁移与大融合 也促成了新的汉人族群的产生 与中原传统文化相比 新的国家身份具有更大的包容性 直到隋唐统一了中国 才逐渐地被继承 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观点 新汉族的产生 是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 民族大融合而推动的 魏晋南北朝 建于汉朝与唐朝之间 前后历史近四百年 在这四百多年间 北方一直是游牧民族的天下 中原传统的文化迁移到南方 形成了一种文化的交融 而占据了北方的游牧民族 也被以前的汉族文化所同化 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认同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关隆集团的支持 让隋唐统一中国 您也许很好奇 为什么是隋唐统一中国呢 究竟是隋朝 还是唐朝统一了中国呢 确实 许多人将隋唐视为 两个完全不同的王朝 但仔细分析的话 又会发现 两者之间的差距并不是很大 有人也许会知道 隋文帝阳间是隋朝的开国皇帝 他的继任者是隋阳帝阳广 隋朝走向了灭亡 而唐朝的开国皇帝是李渊 他的后代则一直传了很多倍 形成了所谓的大唐盛世 那李渊与杨坚 杨广又有何渊源 说起来啊 可能有点出乎你的意料 其实李渊的生母 与杨坚之妻是亲子妹 与之对应的 杨坚的儿子杨广 也就是李渊的表哥 意思是唐朝代替了隋朝 其实是李渊夺取了他表哥的江山 甚至可以说 隋朝和唐朝的权利 都是由一个大家族内部来决定的 但仅凭这一点 还无法将隋唐两国视为一个整体 更重要的是 隋朝的主要力量 来自于一个名为 关隆的军事贵族集团 关隆集团的构想 是由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 陈寅克先生提出的 这种观点在 《剑桥中国史》中也被广泛地接受 而且被一再地提到 关于陈寅克先生的著作 《未尽南北朝史讲演录》 我们之前有解读过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到我的主页去搜一下 关隆集团是什么 顾名思义 关市值陕西关中 隆市值甘肃隆山 所以合起来就是在中国西北的 关隆地区活跃的军事集团 关隆集团又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 这和我们的之前说过的第一个问题有关 《未尽南北朝》是一个民族大迁移 大整合的时代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阶段 在这段时间里 北魏的游牧民族也开始汉化 但这种汉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北魏的孝文帝就是一个典型的改革者 他用行政命令强行汉化 甚至还将首都从平成 及山西大同迁移到河南洛阳 由于洛阳是东汉时期的都城 同时也是中原的传统文化重镇 但是北魏内部也有一部分人反对汉化 孝文帝迁都之后 他们就驻扎在了西北 按理说 北魏是一个由游牧民族组成的国家 他们天生就是尚武 本来是享有崇高地位的 然而 随着汉化进程的逐步深入 洛阳地区的鲜卑 逐渐演变为汉族的儒教文化 而留守在边陲的将军 则是被人耻笑为鲁莽的武父 待遇也渐渐下滑 当冲突达到了一个临界点 就会演变为一场武装起义 经过这一次的叛乱 关隆地区的武将势力逐渐壮大 关隆势力也随之出现 随文帝阳间的夫人 正是关隆集团当中 一位大将独孤信的妻女儿 而后来的唐高祖李渊 她的母亲是独孤信的四女儿 所以 隋唐两国之间 才有了这样的亲缘关系 那么 在理解了这一点之后 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 隋唐统一中国 其实在这次统一之前 未尽南北朝分裂局面 已经到了末期 这时候中国只剩下 两个比较大的政权 他们南北对峙 分别叫做北州和南辰 其中 北州就是鲜卑军士贵族的 关隆集团建立起来的政权 他的创始人是鲜卑人 名叫宇文泰 隋文帝杨坚早期为北州将军 是一个鲜卑化的汉人 他虽然是汉族 但是因为长期居住在北方 所以也接受了鲜卑人的传统 他有一个鲜卑名字叫纳罗岩 并且对鲜卑的风俗十分了解 杨坚当年跟着北州皇帝东奔西走 在关笼的圈子里混得风生水起 在北州的老皇帝去世之后 才七岁的太子登基不久 就被当时已经位高权重的杨坚夺取了皇位 因此杨坚并没有花费多少精力去整合北方 而是采取了内部夺权的方法 此后 杨坚以他多年的军事阅历和武力 将南臣的统治彻底瓦解 最后统一了全国 并建立了隋朝 而唐朝的更替并不像 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复杂 在很多历史小说中 都会将唐朝描绘得很好 但隋朝却被描绘成了一个残暴的年代 杨坚之子隋杨帝杨广 许多人都把他看作是一个暴君 其实 这不过是为了给唐朝夺取隋朝政权 找个借口罢了 毕竟唐高祖李渊是杨广的表弟 他夺取表哥的权利 总需要一些说的过去的理由啊 比如小说里经常说啊 隋杨帝杨广荒淫无道 他想要到南方去看一看 于是就召集了数百万的工人 来修筑大运河 但事实上 他们确实在征兵修建了一条大运河 目的并不是单纯的闪花 更多的是为了沟通南北方 华夏的文化 在经历了四百多年的动荡之后 已经开始向南转移 长江与黄河之间 必须要有一条水路 才能控制南方的粮食生产 但是 大规模的建设 却让刚刚建国的隋朝元气大伤 每年的赋税和内部的矛盾 让同属关隆集团的 李氏家族趁虚而入 借着替天行道的名义 夺取了隋朝的统治 这就是后来的唐朝 所以 唐朝取代了隋朝 与其说是朝代更迭 不如说是家族权力的转换 而统一的局面 是隋朝的时候已经奠定了的 这就是我们所讲的第二个观点 关隆集团的支持 让隋唐统一了中国 隋朝和唐朝 虽然是两个不同的王朝 但是他们的创建者却是血脉相连 属于一个名为关隆的军事集团 该集团是在南北朝时期 由汉化的改革者与保守主义者的冲突 而形成的 隋文帝阳间在北周发动内乱 最终将中国统一 唐高族里员篡夺隋朝政权 建立了唐朝 其实这是隋唐时期 关隆家族势力的流动 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从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变 是唐朝繁荣昌盛 贵族政治是什么 是只有少数有头有脸的人 掌权的政治机构 他们通常都是依靠血脉 通过世袭来进行继承 就像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欧洲 就是一种贵族的统治 它经常采用负死子继的方式 来继承权力 但是 官僚政治则不同 现在的人 一提到官僚 就会联想到官僚作风 效率低下 但在中国古代 官僚制更多的是理性和规则 最根本的是政府 通过任命和选举出的官员 来管理国家 官僚打破了 之前贵族政治的亲缘纽带 是一种单纯为了做事 而组建的体系 在隋唐建国前的数百年里 中国的政治思想 始终是以贵族为中心的 关于这个政治形式 历史上有许多词语 可以用来形容 例如世家大族 门阀世家 这些词汇虽然千奇百怪 但本质上却是相同的 都是属于贵族的 光从他们的名字来看 他们都不是一般的平民 而是一代又一代 权力垄断形成的贵族 那么 那这大家族到底掌握了哪些权力 这就要追溯到汉朝 上一期我们说的是 汉武帝推行霸出百家独尊儒术 以新儒学代替以前的先秦诛子 百家学说 因为这是一种新的知识 所以 汉朝的统治者们 必须要有一位能够理解和承认这种新知识的人 来帮助他们管理这个国家 所以 古代的文臣 大部分都是通晓儒家典籍的人 他们对儒家的知识 都是从祖上传下来的 久而久之 他们就成为了第一个贵族 拥有大量土地的贵族 常常会运用中央权力 来维持自己在当地的权力 但现在 中央的力量已经没落 他必须要依靠自己 在汉朝的和平时期 垄断主要是指意识形态 而到了东汉末 兵权就成为了主流 位属吴三国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他们在儒家的法统体系中 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到了魏晋南北朝 士大夫政治日趋激烈 甚至产生了地方割据 以至中国有大大小小数百个大家族 独霸一方导致中国四百多年来 一直处于分裂状态 尤其是在衣冠南渡之后 只有那些有钱有势的大家族 才有可能举家搬迁到南方避难 到了南方 他们和平民之间的距离 就自然而然地被拉开了 隋朝的皇室和统治中心 都是来自于关隆集团 这也是一种贵族的政治 因此 在掌握了权力之后 他们对于贵族的统治 就更加的谨慎了 隋文帝扬间一统天下之后 非常清楚地意识到 魏晋南北朝四百多年来 正是由于这些贵族统治了中国 而贵族的父辈传承制度 更是让他们 在当地建立起了一个巨大的关系网 要想完全切断地方的权力和网络 就必须要改变对人才的要求 隋唐之前 官吏的选拔通常采取查举制 即由地方官员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 进行考察和临选 再由其提拔 不过 因为地方上的贵族垄断了权力 所以这些查看的都是世家子弟 于是隋文帝扬间登基之后 就开始实行科举制度 所谓的科举制 正如今日全国统一的考卷标准 以及批改试卷的权力都在中央 这等于是剥夺了监察使的权力 也切断了地方贵族的权力 当然 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数百年来的分裂 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强的习惯 隋朝覆灭后 唐代对科举制度进行了继承和发展 并将其作为主要的选拔体制 这意味着 对于曾经的统治者来说 这是一个现实 而那些想要登上高位的人 则可以通过朝廷的科举考试 实行统一的试卷 统一的标准 一视同仁 这对于那些原本可以依靠 世袭继承力量的世家来说 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因为只有通过努力培养子孙后代 让他们考出好名次 才能稳固自己的位置 等于从某种意义上丧失了特权 世袭贵族的权力被剥夺 科举考试也会有一定的比例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种限制就会越来越小 直至没落 而在中央 则是通过科举制度 形成了一个专门的官僚机构 这些人都是经过层层考核 才被提拔起来的 比起那些曾经的贵族 他们的服从程度要高得多 而且最关键的是 这一次的科举制度 让原本出身寒门 却又有才华的人 都可以进朝为官 这不但提升了官员的管理能力 而且还打开了一个新的晋升渠道 稳定了整个社会 可谓是一箭双雕 最后 通过科举制 唐代实现了 由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转变 并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 国家可以在全国范围内 统一调动资源 统一开展行动 也慢慢走向了强盛 这就是我们讲的第三个观点 由贵族到官僚 使唐朝更加强大 自汉武帝废除百家独尊儒术以来 当地的士族逐渐兴起 魏晋南北朝时期 士族政治发展到了鼎盛时期 出现了几个世家割据的割据 隋唐就是在这个历史的教训下 废止了查举制 实行科举制度 将地方政权上移 加强了中央集权 使唐朝得以繁荣 好了 让我们对本期视频内容 进行一个总结 第一个方面 汉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 民族大融合中 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魏晋南北朝始建于汉代与唐代 前后历史近400年 在这400多年间 北方一直是游牧民族 中原传统的文化迁移到南方 形成了一种文化的交融 而占据了北方的游牧民族 也被以前的汉族文化所同化 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认同 第二 关隆集团的支持 让隋唐一统中国 隋朝和唐朝看似是两个不同的王朝 但实际上 他们的创始人却是血脉相连 都属于一个名为关隆的军事世家 该组织是在南北朝时期 由汉化的改革者与保守主义者的冲突 所引起的一场叛乱产生 隋文帝扬间在北周发动内乱 最终将中国统一 唐高族里愿篡夺隋朝 建立了唐朝 其实质是隋唐时期 关隆家族势力的流传 第三 由贵族政治过渡到官制统治 使唐代更加强大 在汉武帝废除百家独尊儒术后 当地的士族逐渐兴起 魏晋南北朝时期 贵族政治发展到鼎盛时期 出现了几个世家割据的局面 隋唐就是在这个历史的教训下 废止了查举制 实行科举制度 将地方政权上移 加强了中央集权 使唐朝得以繁荣 下期我们将继续为大家讲一讲 从唐末到原初 三种不同国策 是怎样导致三个时代不同局面的 我们下期再见